寶莱坞的性感巨星 兰维尔辛格和妻子 宝莱坞女神迪皮卡帕都公同台共舞 往常只有在电影才会出现的场面 2号这一天在安巴尼家族的发基地 古吉拉特省的小镇詹姆纳家上演 当天登上这个表演舞台的 还有宝莱坞的三寒天王 美国魔术师布莱恩 以及美国流行乐天后雷哈纳 印度最大私人集团信事工业主席 同时也是亚洲首富的安巴尼 为小儿子安南特所举办的婚前黄欢会 再次让国际社会见识到 什么是超越王室的民间婚礼 为其三天的派对 由宴请五万一千人的流水席揭开序幕 第二天安排来自世界各地的一千两百名贵宾 参观安南特占地三千一亩的私人动物园 观赏他圈养的两千多头珍奇一寿 第三天则是巨星云集的购物表演 新郎安南特的母亲信事基金会主席尼塔 为了向印度女神南静姆祈求祝福 新人勇于爱和白头偕老 亲自献跳了一整段的传统诗歌 安巴尼2018年为女儿依下举办的世纪婚礼 当时被戏称是小型的达沃斯论坛 因为前美国国务卿希拉瑞凯瑞都出席了 今年这场婚前派对 由国沙奥迪的工业部长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女儿伊凡娜 高科技业的巨子如比尔盖茨 萨克伯格等人也都现身 出手阔挫的安巴尼 不光是包办了贵客的时音住行娱乐 甚至还有出席费 消息指表演了19首歌曲的雷哈娜 酬劳高达630万美元 不光如此 搭着安巴尼家族婚礼的新闻热潮 五天后让个人彩妆品牌Fenty 在印度上市 抢供这块价值30亿美元的美妆市场 那才真的是赚的盆满钵满 恭喜新闻网魂编译 并没有解决放感动 闭嘢 少许 比尔盖 勇